我發現我自己太善變了 就是當三個月之後 回頭看三個月前的影片 我會發現 黃珊亮在講什麼鬼啊 金門它就是家 金門是我創作的地方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 人際關係的界線 金門大家的界線比較模糊 別人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都是我的事一樣 互相干涉來干涉去 千半來千半去 因為人跟人之間 雖然密度變遠 但是情感的距離變得很近 我剛到台北的時候 可能那時候18歲嘛 就距今11 12年前 那時候思想也還不太成熟 然後也在摸索 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應該說當時想的是 我要怎麼樣 生存在這個城市 那那個生存必須是讓我 不會痛苦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過 比較年輕的時候 你好像都要為了賺錢 而去做些什麼 為什麼我不能 我做我喜歡的事情的同時 錢會進來 這10年來一直在找這個平衡 以前在經營公司的時候很適合我 因為那時候 財務壓力太大了 但是 回歸到一個個人創作者之後 我發現我 找到一個很完美的平衡 就是可以讓我的創作 每分每秒都是快樂的 我是要離開一間公 我自己成立的一間公司 然後變成一個獨立的自由創作者 一 你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然後二 你斷開了很多 曾經的關係鏈 然後三 你也斷掉了很多機會 這些東西難道都不想要了嗎 我確定我都不想要 因為 我要的就是 我可以 過得開心 然後 當一個 無拘無束 我想寫什麼 就寫什麼的創作者 比如說 我現在就是很 很專心的當一個作家 然後 寫的故事正好 讀者喜歡 那 喜歡的人就會買我的書 然後我有一些 穩定我自己生活的 收入 並不是說 我只要求快樂而不賺錢 對 我希望它是有一個平衡點 我好像不是在教大家談戀愛 我是在 紀錄自己 我 我發現我自己太善變了 就是 當三個月之後 回頭看三個月前的影片 我會發現 黃三亮你在講什麼鬼啊 應該是怎樣怎樣 所以我會再拍一個新影片 來回應一個 當下的我自己 因為 這是好事 因為你會看到自己 不斷在成長 你問我所有的靈感人員 到底來自於哪裡呢 當然很多 內容會來自於自己的經驗 但是 人都是會被榨乾的 當你精進人亡的時候呢 就會需要跟別人聊天 然後今天早上跟 吳淡如 吳淡如姐的聊天之後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 因為 我就寫說我最近跟好多長輩相處 然後 他們都不相信愛情 尤其是吳淡如 這樣好嗎 然後我就寫說 要是再繼續聽他們說下去 我大概也會 把愛情先丟進墳墓裡了 我們就討論到 既然最終都會分開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要 一無反顧的進入一段愛情 我們不應該想著結局要永遠 因為 你會因為遇不到永遠 就不繼續愛別人 我們不應該去追求永遠 應該是每一個當下 去體會那個當下 那個當下就是永遠 所以 好好在一件不復一件那個小說裡面 他的 終極概念就是 當你 去體會一件事情 把那件事情刻在心底 那個當下就是永遠 比如說 我的另一半 因為他比我早起床 他出門前發現 天氣外面有點變冷 他放了一件外套在床旁邊 給賴床的我 那個當下我醒來發現 好溫暖 那個當下就是永遠 或是我們第一次 有親密接觸的時候 那個第一次就只有一次 然後 我會永遠記得他 或是我們第一次牽手 第一次知道對方也剛好喜歡我 那些狀態 那個瞬間 我覺得就是一輩子 我覺得我的方法都是從 前輩那邊學到的 比如說像張熙說過 心很小 裝相信的事就好 然後比如說像四一說過 無法成為你期待的樣子 我不抱歉 比如說像 Judy說過 你討厭我不在意 因為我活著不是為了取悅你 為什麼會知道 那麼多前輩說的話 就是因為 我在這方面有做過功課啊 那為什麼會做功課 就是因為有受傷啊 因為那個受傷的感覺是 你沒有想過要傷害 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誰 受傷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你會發現那不一定是錯 錯的地方 其實也沒什麼 就道歉就好了 網路世界 人跟人的互動變得很碎片化 然後也很片面化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那會傷害到誰 大家只是在上面 不斷用自己的立場發洩一些情緒 那很多時候你換一個角度去思考 這些罵你的聲音 他們也就只是跟你開開玩笑而已啊 雞湯它是一個有趣的詞 因為它同時存在就是贊美與批評 有人說你的文章好雞湯喔 我好喜歡 你的文字好雞湯喔 太噁心了 我的內容其實它主要是小說 它是一個故事 但是故事背後一定都會賦予我們人類一個成長的意義 或是心靈上療癒的意義 我就是在寫故事 那世界上的人要怎麼定義就是大家的事 跟我無關 如果想收聽更多關於黃山料的故事 可以上網搜尋女人迷的迷人配方Podcast 也可以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